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距离实力拍唱讲,有着偶像周深个人巡回演唱会上海战 落下帷幕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但与之相关的话题讨论 还在持续上升当中,不少奔赴现场的歌迷声迷都在微博纷纷表示 直到今天,依然没法从深深个人演唱会的氛围当中跳脱出来 之所以会如此激动,主要还是因为深深太优秀了 为了给歌迷呈现一场视觉与听觉上的双重盛宴 特意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提前赶到体育场进行了排练 不论是个人演唱会,又或者是各大音乐节 都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最完美的一面呈现出来 从未让喜欢他的失望过 而且在各大社交平台上 只要搜索周深个人巡回演唱会立马就会出现多个相关路头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工作室拍摄的上海演唱会 应援短视频如果光看标题的话 绝大部分歌迷都会把它当成简单的演唱会宣传片 但谁都没有想到,在短短三分钟的时间里 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他身上的正能量 按理来说,这个时候 深深是没有多余时间拍摄相关花絮或者路透视频的 毕竟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 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出现失误 除了大家都知道的舞台音响设备外 深深还要跟乐队老师沟通 了解全场的环境 也就是说,除了常规性的一些流程外 深深同时还要驾驭很多自己不熟悉的领域 难度,压力可想而知 周深对歌迷的光滑和体贴真是无微不至 他在演唱会彩排的空隙中 依然不忘录制一段视频 为歌迷提供暖心建议 他身穿黑色短T 胸前还挂着玩具熊 造型活力满满 展现了他独特的魅力和对舞台的热情 与其他艺人可能因忙碌而显得疲惫不同 周深在视频中脸上始终挂着笑容 这种乐观和积极的态度 无疑给歌迷们带来了更多的期待和动力 他的暖心建议不仅是为了让歌迷们更好地享受演唱会 更是希望他们能够在现场感受到更多的温暖和快乐 这种真诚和用心 正是周深作为一位艺人的魅力所在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 一个优秀的艺人不仅要有出色的音乐才华 更要有对歌迷的深厚情感和关怀 这种光滑不仅体现在音乐作品中 更体现在生活中的点滴细节中 期待周深在未来的演唱会中 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音乐和温暖的互动 一上来就直奔主题 直言正在为演唱会紧锣密鼓准备中 提到了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名字周深 一个是网民卡布号称9.29Hz 十周年巡回演唱会第一站 作为万千歌迷心中的偶像 深深和大家一样 心中特别期待这场演唱会 唯一不同的是除了期待的心情外 深深更多的是紧张和兴奋 从他表情当中就能看得出来 路透当天 深深就已经等布吉奥和歌迷朋友见面了 这也不难理解 因为彼此之间的关系 向来都是双向奔赴 随后就是剧透环节搞笑的是 工作人员还将这段画面进行的静音处理 只有画面 没有声音 弹幕中 有不少歌迷甚至都开启了盲菜模式 根据深深的嘴型来猜测他的语句 不得不说 这种互动方法 难度太大了 有人刷了十几遍 也就猜出了前几句而已 周深对歌迷的细心光滑和贴心建议 总是让人倍感温暖 他提到的9.29Hz加密 可能是一种独特的 只对死忠粉来说 才能轻松理解的语言或信号 这种默契不仅增强了 与粉丝之间的互动 也体现了周深对粉丝群体的深入了解和真实 关于他提出的暖心建议 更是展现了他对歌迷的细致关怀 首先 他提醒大家准备好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 并强调现场会有工作人员认真核对 这是为了确保活动的秩序和安全 也是对每位参与者的负责任的态度 其次 周深再三提醒歌迷不要忘记携带证件 并安全地带回家 这种细致入微的关心 让人感受到他不仅是一个出色的歌手 更是一个关心他人 注重细节的人 这些建议虽然简单 但背后蕴含的是周深对歌迷的真诚和尊重 他希望通过这些方式 让每一位参与活动的歌迷都能够感受到自己的重视和关怀 也希望能够为歌迷带来一个愉快 安全的体验 这种互动和关怀 无疑会进一步加深周深与歌迷之间的情感联系 也让人更加期待他未来的音乐作品和演出 相信不少歌迷都跟我一样 听完这句话后 心里感觉非常的暖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深深的真正原因 演唱会宣传介绍谁都看过 但像深深一样走心 精确到个人证件都要嘱咐歌迷的一线歌手 确实很少见 时刻都在为歌迷者想 毫不夸张地说 不忘初心思各自 在他身上被诠释得淋漓尽致 二 记得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和时间 如果现场人比较多 那么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和引导 做到有序进场 注意安全 深深简单一句话 不仅为主办方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同时还提醒了所有前往演唱会现场的歌迷 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深深的这句话 当晚肯定会有歌迷因堵车一些情况 从让错过一些高光时刻 游戏进场就更好理解了 深深不想因进场先后的问题让歌迷之间产生矛盾 当然了 深深的歌迷声迷一向都很有素质 周深作为一位备受喜爱的歌手 不仅在音乐上给人带来惊喜 在与歌迷的互动中也展现出了他细心和贴心的一面 在演唱会或公开表演之前 他经常会提前查看天气预报 特别是当周夜温插教大使 他会再三嘱咐歌迷小心生病感冒 这种对歌迷的关心和体贴 让人感受到他不仅仅是一个偶像 更像是一个生活在身边的好朋友 周深在歌迷中的影响力不仅仅体现在他的音乐才华上 更在意他的人格魅力和与歌迷之间的真挚互动 他用心聆听歌迷的声音 关心歌迷的生活 这种真诚的交流让歌迷们感到被重视和珍惜 而周深在嘱咐歌迷时还巧妙地玩了一次单压 这种幽默和机智更是让人感到亲切和愉悦 这种互动方式不仅拉近了周深与歌迷之间的距离 也让人们在追星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更多的乐趣和温暖 总之 周深与歌迷之间的互动充满了真诚和温暖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个偶像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他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歌手 更是一个值得信赖和尊敬的好朋友 最后不忘补充 不能带进场的物品就不要带了 给出的理由也非常到位 直呼 要不然为什么说他不能带进去呢 但一定要记得带上美好的心情 并且隔空喊话声迷 希望每一个都好好保护嗓子 因为自己要听到歌迷最动听的歌声 再有就是二专反身带此单曲少管我副歌部分 深深为歌迷编排了一套不一样的动作 想要在演唱会上 和歌迷一起少管我 据说不少声迷仍在都在家中反复练习 每天睡前 都会习惯性的练习一遍 不知不觉中 又回到了春节八段景的那段时光 整段视频看下来 从头到尾 深深没有任何一句废话 更没有为了演唱会 可以去制造一些话题 尽管标题是上海演唱会路透 但在接下来的几场巡回演唱会中 深深的三大暖心建议 同样适用 话说到这儿 劳魔周深 承包了我们夏季以来的所有欢乐 事实又一次证明 这个时代不能没有周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哦